她为豪门三年生三胎,逼走原配却到现在都没结婚,今33岁成这样。 在鱼儿圈中,有不少女星嫁入豪门的消息。 其实有不少的女生都有一个做公主的梦,明星也不例外,嫁入豪门成为富泰也是不少女星的心态,这位刘碧莉就是其中一位。 刘碧莉是一位混血儿,长得非常漂亮,自小就开始学习钢琴和舞蹈。 2003年,她到香港发展,被周星驰看中开始拍摄广告,后来还拍过玉兰游的广告,被称为玉兰游女孩。 2000年的时候上过天天向上,曾与佟大为、吴秀波、郭富城等搭盘合作过。 吴秀波比利在事业上没什么成就,但情上却是备受关注。她曾和陈柏林有过一段恋情。 2007年两人相识后就陷入了热恋,那时陈柏林在台湾,为了借女友她是台湾香港两边跑。 两人当时相恋是颇为高调,刘碧莉还有了不少的名气。 只是这段感情只维持三年,那时陈柏林的事业正好处于上升期,没有时间陪着她,导致两人感情是越来越淡,最后是刘碧莉提出分手。 分手后,刘碧莉爱上了澳门富豪周超华,不过这位周超华那时已经结婚。 但刘碧莉是完全不在乎,是一头扎进了爱情里。 从2015年到2017年这三年的时间里,刘碧莉是为周超华生下了三个孩子,而周超华的妻子也是最终忍受不了,和周超华离婚了。 如今33岁的刘碧莉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,但是与周超华是一直都没有结婚。 现在看来,刘碧莉为了留住周超华的心,生了三个孩子,确实没有什么效果,不知道什么时候刘碧莉才能如愿以偿地嫁给周超华。 達网莉